就是媽媽離開的那個心結 就是自己還沒有剪開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所有的事情 疊加在一起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該不該繼續做音樂 玫瑰或是菊花 菊花是我小時候 我小時候第一個參加社團 就是園藝社 因為小時候對於有生命的東西是 很有興趣 玫瑰的原因是因為我覺得 玫瑰就是一個 因為我覺得很喜歡它的鮮紅色 因為我本身不是一個喜歡紅色的人 但是我覺得玫瑰的 會讓我有一種 哇它的生命是非常非常特別 然後我就覺得很想要很靠近它的感覺 其實當初我就是會覺得 我就很像一朵薔薇 它就是不管在哪裡都可以 都可以生長 但是 就是沒有人懂 就是沒有人看到 沒有人理解我的這種感覺 但是其實 前回這首歌很早很早 就已經寫了 只不過 只不過就是一直都還沒有發 那時候就是剛好是在 對黑暗那個時期 然後我就覺得 這首歌就算了吧 就當作是我最後一首歌之類的 對啊 所以後來是一直到了 認識這場牌之後 然後他們也覺得這首歌很不錯 可以當作 我一個重新出發的感覺 而不是最後一首歌的感覺 過年通常都在做歌 對 因為過年 我們家沒有鄉下 我們家鄉下就在洗個妝 所以 基本上 過年會有很長一段時間是 沒事的 那我之前過年的習慣就是都會 大家在跟我的事 然後一直一直寫歌 今年應該會花比較多時間去外面走走 因為畢竟我在過去 一年的時間幾乎就都在家裡做歌 所以會希望 喔今年過年我可以花一點時間 欸 可能去錄影啊 會出去玩這樣子 希望今天可以賣場自己的專輯專長 對 因為之前其實也有辦過專長 但是都是比較小的活動 可能剩四百人而已 所以許願地點想要拿 我希望可以在新莊 因為新莊有一個 有一個 活動場地 展演空間 對 當然是希望可以展演 但是那邊好像蠻大的 好像可以到 兩千多人 對 但是也不是那麼大 所以希望 欸我如果真的可以辦一場很大的專長的話 希望可以在新莊 一開始我在構想這張專輯 因為它畢竟是我的第一張專輯 所以我一開始在構思的時候 我希望我可以呈現一個完全不一樣的面貌 但是是可以讓大家知道這還是好自己 我以前其實是寫歌比較 都寫一些比較悲觀一點的 然後到後來才慢慢地轉變成比較樂觀的 原因可能也是因為我在心境上面的轉變 然後不管是從過去做音樂的身份啊 然後或是因為家人的關係 因為感情的關係 慢慢覺得欸 我好像邁入了一個人生的一個新的階段 所以我希望 齊許自己可以一個 成為一個像代光澤一樣的角色 對 所以我才寫這麼多的歌這樣子 其實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在19年底 然後那個時候因為感情的關係 感情那時候就是 呃覺得 可能因為我的工作狀況也不是很穩定 然後就 所以那時候跟那個女時候 那時候的女朋友分手 然後那時候團體 就是我AVLE那個時候 大概也想要做自己的事情 所以也就是瀕臨解散 然後又會去想到 在過去不久 就是慢慢離開的 那個心結 就是自己還沒有解開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 所有的事情疊加在一起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該不該繼續做音樂 然後人生就是面臨到一個階段 但是我一直在放縱自己去 然後認識一些酒肉朋友啊 每天在喝酒 在外面玩 然後整天都不工作 做事情 就是希望可以得到一點慰藉的感覺 那你有得到慰藉嗎 沒有 但是那個時期是因為 呃可能因為感情的關係 我過去在感情也是一個 呃我全心全意投入的感情 然後也沒有太多 也不會去認識新的朋友 我的可能世界很小 我就只有我的團員 我的家人 然後我的女朋友 但是在沒有感情之後 其實我是一個 我會瞬間不知道 欸我也沒有 我也不能跟我媽分享 那因為團員 就是大家也都在做各自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們分享 然後我也不知道 我可以依靠誰之類 在那個時期會有非常多的迷惘吧 媽媽是生病離開的 不是意外離開的 所以 呃在陪媽媽的過程當中 當然會知道 可能 可能接下來狀況會有 一定要做好最壞的打算 但是在 呃 媽媽生病的這個過程 她一直都是保持一個 很樂觀的態度 然後還有她對於 本來她對於 人生的哲學也好 然後或是她平常教導我的話也好 她都是一個 非常有能量的人 一直幫助我的人 所以我從來不會覺得 她生病 然後一直到她離開 是以前我沒有辦法承受的 當然就是在離開 好一陣子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就是好好沉澱自己 但是在 呃 好一段時間我都是 一直用很 樂觀的態度去 去面對 然後知道 我在做這項專輯的時候 我也重新去審視 我在過去慢慢離開 然後一直到我 認真做音樂這個階段 慢慢去把我這些情緒消耗 然後沉澱 現在我覺得就是一個 不敢說是最好的狀態 但是我覺得是 比過去的狀態是好 非常非常多 尤其是我在做專輯的過程 然後跟廠牌合作的過程 我是一直在 接受一個全新的自己 然後一直在學習各種 不同的 我覺得我可以做到的 一些事情 所以現在狀態可以說是 人生最好 我覺得很棒 很平衡的生活 就是我有很好的工作夥伴 然後跟以前的 做音樂朋友也都是保持聯繫 然後就是 都還是會聯絡 然後 我在工作上面 有一個很好的平衡 我覺得最重要 是跟自己吧 就是我現在是可以 好好的跟自己溝通 不會像以前一樣 就是在跟自己 相守過程上 雖然我自己也不知道 我自己是誰 然後我也不了解自己 但是現在我是可以 就是跟大家說 我真的是一個 蠻了解自己的人 我知道我該怎麼做決定 這樣子